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两年前涉嫌乐生炒股案, 曾遭调查的四大金柱之一的陈聪敏重出江湖, 上月中他相众由影视大亨于为中成立, 国内首家以影视制作挂牌的升华娱乐股票, 近日被报为约交割,交易金额于8200万元, 创下近年来单日记录新高。 据镜州刊报道,陈聪敏五月中旋透过人头狂买2900张升华娱乐股票, 但三天后的交割日陈聪敏却违约交割, 证券商申报违约金额于8200万元, 创下近年来一天中违约交割记录新高。 更夸张的是,陈聪敏竟然要拿被停止交易的优客股票折递违约交割, 优客自去年底开始大量收购升华股票5200张, 今年初又再度买进,一度持有19%股权, 投资额将近3亿元,优客和升华关系不菲, 近日又曝出陈聪敏报粮违约交割, 是否为恶意炒作升华股票起人一斗, 事发后升华股价持续崩盘, 原大政为了确保债权, 以报案并提出民事官司扣押资产, 检调怀疑陈聪敏等人涉嫌操纵股价, 正全力调查中。 感谢观看